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耶维兰于18点举行新闻发布会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研究主任传染病学专家维托里亚·科利扎共同出席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近日主持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英国新毒株传播的影响下 三月份病例将急剧增加 维托里亚·科利扎介绍说 肖禁对新冠病毒原始毒株的消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奥利维耶维兰表示 法国成功避免了在今年一月重启封锁 但法国尚未走出第二轮疫情 现在不是放松努力的时候 新毒株带来的不确定性促使必须保持绝对警惕 未来几周将是关键时期 目前英国新毒株感染占法国新增病例的36% 南非和巴西新毒株占5% 在敦克尔克和整个诺尔省 英国新毒株感染已经占新增病例的72% 马约特的疫情形势非常糟糕 没有得到控制 因此启动了为期三周的封锁 尼斯的疫情形势也令人担忧 奥利维耶维兰宣布 从22号开始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隔离期将从7天延长到10天 病例接触者的隔离期仍为7天 此外 拖曳检测将扩大到护理人员 奥利维耶维兰表示 疫苗交付速度正在逐步跟上 法国的疫苗接种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他还解释说 牛津阿里斯康疫苗的接种出现了副作用令人不安 但症状是轻微和短暂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是一种有效疫苗 根据奥利维耶维兰的说法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 但今年夏季的1月节等一些活动 可能会恢复举办 前提是遵守卫生规定